本期節目為你分析 外國猛男真的比較夠勁嗎 他腔走火是不是 而且馬上就森林大火 天干物料小心會不會 Amy出國一趟打開陽光 連興趣都被激發囉 想不到吧 黃老師 我去一個加州回來 從一個冷感古典 現在倒心慾高漲 厲害吧 真的耶 在廚房裡面偷吃 因為滿足不了自己的心慾 一直看她肉 肉沒肉 什麼新作的女生 喜歡吃又大又硬的外國麵包呢 你覺得想像不上 她的感覺是依那個 擴張的程度而是 大分麵包就是吃得比較飽 小的麵包就是吃不飽 還有想要測驗又告訴你 你有多想要吃炒飯呢 在這DIY 只要測驗你最近會不會為愛破財喔 要做準心理測驗 將透視你身邊的異性 還有更多精采的節目喔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運盡定台 一起來歡迎佩蓁 大家好 佩蓁 好 我們要恭喜你佩蓁呢 又有新的節目主持啦 對 恭喜恭喜你 有台每個禮拜晚上 十點半 多多支持 因為帶大家去吃一些 一般人吃不到的一些料理 非常獨門 也很獨特的 而且呢 當然看佩蓁的吃相 應該很好看 所以很可口 很美味喔 妳是不是有穿比較好看的 或是特殊的美食衣服 沒有 因為不想要跟那個美食較勁 因為重點在那個美食 所以我個人的打扮非常的樸實 對 樸實路線 就重點真的是在那些好吃的東西 就對了 OK 好 來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 腰瘦整心理測驗 今天要跟大家進行的測驗是什麼呢 妳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看 今天的心理測驗是 妳在森林當中遇見妳認識的異性 牠們被施魔法變成了動植物 有的是動物 有的是植物 妳會像牠們呢 妳想像牠們呢 會變成這些動植物的哪一種 譬如說呢 我們在現場有 郁金香 有地鼠 有蜜蜂 以及兔子 所以呢 妳認識的四位異性 妳覺得妳在這個迷路的生命當中 妳希望這四位異性是誰呢 牠們分別變成什麼呢 請大家呢 寫下來 到底這個妖獸準要測驗是什麼 同時答案是什麼呢 在節目結束之後啊 結束之後才知道 好 結束之前就這樣 在節目結束之前呢 我們就為大家揭曉 好 來 這個 佩珍祝琳的戀情怎麼樣 因為有被拍到妳跟洪琦的 公然逛街吃飯 妳好像比較喜歡高大的 我是個人喜歡高大的 因為其實女生啊 就是像我這種矮個子的Hobby人啊 就是會總會想到那個 跟我一樣 優神學 妳叫Hobby族的一定會腳高大的 對 互助啊 然後我也聽說有很多很高大的男生 其實他們很喜歡很嬌小的女生 對 因為她覺得精緻可愛 對 都是非常的 容易把玩 容易把玩 妳就是妳經常被妳那些高大的男生朋友們 拿在手上甩出各種姿勢嗎 是這樣嗎 是珍藏 然後值得萬味 對 而且就像妳講 因為妳不只是人家拿起來把玩可愛 是把玩又可口 妳知道 對 所以才會做美食節目 牠是什麼星座 牡羊 牡羊 金星是在 洪琦德是天蠍 是 牡羊跟天蠍是很容易擦出火花 很容易一見中間 一擦到就有火花妳知道 擦槍走火是很重要 而且擦到槍還會走火 對 而且馬上就 其實天氣太熱了吧 對 沒關係 天干霧燥 小心點 好 日前有一篇文章 在網路上面引起了發燒的討論 但是也讓很多我們台灣的女性 非常的生氣 就是有一個美國人 也就是這個老外 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台灣Girl 台灣Girl裡面就寫了幾點 就是有關於她譬如說 交往了台灣女生的一些經驗 同時也等於就是 教老外怎麼樣把台灣妹 到底寫了什麼 為什麼會引起人家的憤怒呢 我們來看 外國男人心中的台灣女孩 我們就針對她寫的這篇文章 做了這樣子的整理 我們來看一下 超仰慕白種人的性能力 照理說如果要說到性能力的話 應該是老黑比較厲害一點 可是其實她就寫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台灣女孩子 比較喜歡白人 應該是看電影看來的吧 對 有一種誤解吧 對啊 誤解 其實並沒有耶 而且看那一篇一定很失望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呢 還有她寫了什麼 就是 在床上呢 搖跪喔 又嫁小你 不不 不行 不要喔 對 不小心還會講什麼 やめて之類的 因為 因為日本片看太多 對 我覺得台灣人的女生就是 可能都是接受日本的A片教育比較多 所以都會扮演那個 楚楚可憐以及受欺負的角色 其實外國人並不喜歡這樣的角色 他希望你可以主動一點 然後也就是坦誠的發揮你自己的愛 坦誠 對 越講越興趣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他還發表了什麼樣子的類型的女孩子呢 他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 就是說台灣女孩子 如果喜歡 譬如說特別在PUB 我當然不是說 你就正當的交往老外男生 那是另一當別論 就是如果你是在PUB裡面 要去雕那種 One Night Stand的那種 老外的女生的話 通常是會真的 就是我既然要跟你的話 我就是 我就是不想要再跟那些中國男生 在那邊假生生的 所以你就會更over的 放蕩 然後更會over的表現自己 然後更直接 而且也有一種心態 就是說輸郎輸丁 對 就是總不能輸給外國女生 把他拚了 所以可能會 譬如說 表現一定會比自己 原來更誇張一點 對吧 所以他看到的又只有這種 對 會這樣 看看我們 真的嗎 我們都很正常 我們可以跟你聊一聊 好 來 我們再來看看 他還把台灣的女孩子 台灣Girl 比喻成什麼樣的類型的女生 願意嘗試各種姿勢 因為我既然來雕老外了 我就要想像我自己 能不能翻過去 不是白不是 來個新年 對啊 我看我到底能倒立多久 你知道就是 我如果要雕老外 同樣的我也會有這個心態 對不對 而且我既然要雕一個老外 而且就是陌生人的話 那我更是 徹底的解放 對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台灣Girl 還把台灣女孩子 講成什麼樣子呢 有錢好辦書 這很糟糕 他就變成就是說 除了他碰到的 都是那些 One Night Stand的台灣Girl之外 還碰到的那些 要賣的 要賣的 要拿錢的 所以難怪這篇文章 會讓很多台灣女性 群起憤怒 對不對 會覺得就是說 真的太離譜了 因為這並不代表 絕大多數的台灣女性 會這樣 台灣Pop的女性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特別喜歡吃西餐的 有一兩個 真的 有一兩個 對 他就是很喜歡 交外國男朋友 第一個是因為他 真的長得不好看 所以台灣的男生 不欣賞他那種原因 你知道嗎 老外欣賞的台灣女孩 好怪喔 他們喜歡這種的 風中其原的那一個 對 然後還有 最好後面編一個辮子 有沒有 對 荒木蘭 對 而且老外還有一個好處 是他看不出 我們東方女生的年齡 對 我有一個大姑媽 她大概五十幾歲 他的旁邊那個外國男朋友 還二十幾歲 你的大姑媽也太猛了一點吧 對 他就是這種眼睛 然後長頭髮 對 最回頭我們都長得直的 而且一定要長頭髮 對 長得直 對 像通常是這一種的 對 真的啊 而且你的眼睛非常夠外國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說這個女孩子 就是會喜歡吃西餐 連Gay 就是同性戀 我到那個Gay Bar裡面 他們都有西餐區耶 我一進去他們就說 你想要站哪一區 我什麼意思啊 你 你有老外老公 你應該是站西餐區吧 西餐區 你幹嘛我有西餐老公 就是西餐老公 我一定要繼續吃西餐呢 我吃自己的不行嗎 他們就真的有西餐區耶 真的喔 對啊 那你就站到那個西餐區 果然西餐區旁邊都是老外 對 就有一塊地方這樣 現在還有一種就是 大家特別喜歡 就是複合式西餐 複合式西餐 對 西餐中吃 就那種比較屬於ABC的 可能在國外長大的 那種也很受歡迎 對… 或是中餐西吃 對 對不對 就ABC這樣子 對啊 這種複合式的西餐 也滿好吃的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其實每一種不同的個性的女生 都會有他們自己 特別喜歡的類型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看看 什麼樣的星座的女生呢 特愛吃西餐 也就是你到了一塊這個 或者到了一個BUB裡面 你會站在西餐區的 是哪一些人呢 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我們就來看一下哪些星座 這個就是五種狀況 五個星座榜上有名 第一個狀況就是 異國文化新鮮有趣 那就是太陽金星在Amy的 雙子座 真的就是好奇 超好奇 而且雙子座的女生好強 也好強 對 覺得說自己的聰明才智 有時候 可以克服一切 對 勝過語言 Yes Let's go 而且你們越不看好 越要證明給你看 沒錯 所以雙子座的人 他會因為這樣子而覺得說 因為其實雙子座本來就是一個 喜新厭舊的星座 異國文化 那太好了 我永遠都有好奇不完的一個東西 你永遠都有搞不懂的地方 對 然後他就會覺得挑戰性很大 這真的是真的耶 我們來看第二個 喜歡他的紳士風度 對 喜歡外國人的紳士風度 喜歡他幫你開門 喜歡就見面你的時候 給你一朵玫瑰花 對啊 走的時候 Kiss Goodbye那種的 沒事幫你按按腳啊 按按肩膀什麼的 很貼心 你怎麼都這種 我怎麼都那種 奇怪你為什麼都按腳 我都只是開門跟妳 跟Kiss Goodbye 你為什麼是按腳 你碰到哪一種 我可能很容易裝病之類的 好痠喔 好痠喔 對啊 為什麼我一定要是老 就沒有幫我按腳呢 你太強了 真的 你什麼都自己來 對啊 好 阿爸我有這一把頭 好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喜歡紳士風度的 是柔弱的女生嗎 No 太陽金星在 射手座的女生 射手座的女生是外國人思考型的 你不要看她自己跑跑跳跳 很外國人的樣子 好像很大啦啦 對 其實呢 由於她是外國思考 所以她覺得男生就應該很Gentle 所以對方一定要有禮貌 對方一定要有禮儀 我們來看第三個 戴出去有面子 會成為目光挑點 有一種虛榮的味道在裡面 對 那當然就是高老師的 獅子座 男朋友只是她一個裝飾品 或是一條狗 就一個金毛狗這樣出來 對 名牌的金毛狗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 為了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都來了 好認真喔 是真的在學 跟雙子座不一樣 雙子座好奇 探索 這個是在學習的 水瓶座 因為水瓶座做事情 它其實蠻理性的 還有一點呢 就是水瓶座的人 她真的很務實 我有一個水瓶座的女的朋友 她跟我講 她在國外呢 一天到晚打那種080免付費 服務電話 她說除了這個 還有誰會跟你對話英文 對話那麼久 對啊 所以她們真的是一個 很有學習精神的星座 第五個 Size 順過台灣男 太陽精心在 另外一個崇拜Size 我都忘記了 對 猜不出來 天蠍其實不是崇拜Size 我有一個金牛座的女性朋友 當然我金牛座女性朋友很少 你們可以去看是誰 她啊 所以我曾經有過一次經驗 就是啊 她會在就是 跟人家炒過飯的第二天 跟我們說 你覺得想像不到她 怎麼會那麼小 那我們都很 就是 我很想聽那個過程 對 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你們是怎麼Eto的 但她就直接說 怎麼會那麼小 她會覺得這是比較實質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感覺 她的感覺是依那個 擴張的程度而定 你這個手是很 手是很礙事 很礙事 對 這樣 所以說 大的麵包就是吃得比較飽 小的麵包就是吃不飽 但是她不重視那個麵包的精緻度 或者是說時間的長短啊 或者是對方的服務精神 她可能都會 覺得都輸給這一項 所以光是尺寸 她就覺得受不了了 所以可能 如果她已經進入那一種 情慾的那個狀態的話 也許她會為了這個 而去追求外國男生 嗯 好 來這個 那針對像這個 剛剛的那個文章啊 你認為啦 就是說 因為它裡面有講到就是說 台灣女生啊 你自認為 就是 妳在跟人家炒飯之前 妳真的會再三地 說不定嗎 唉唷 我真的是看人耶 對啊 就是妳也有碰到那種 YES YES 對啊 因為如果說這個男生 他是一個 在台灣成種的男性朋友的話 然後 又有一點大男主義的話 可能還是要有點矜持吧 所以還 所以妳也會就是 看人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對 因為我要頭其所好 對耶 妳怎麼會一開始就 這樣子就嚇到他 因為台灣的成種男性朋友 還是很重視那一開始 矜持的感覺 對 好奇怪喔 有些男生啊 如果妳就是說 就很自然地就在那邊脫衣服 她說妳幹嘛 對 妳怎麼都沒有把我推開 對 那外國朋友就是 他們 基本上一定會徵求妳的同意 她也不可能應來什麼的 所以 我覺得 跟外國朋友 妳如果在要4K賽裡的話 那就是沒有這個 所以 跟外國朋友交往的時候 要承信 要承信 做為原則 那妳真的有辦法就是說 看到這種不同的台灣男生 妳一眼就可以知道 他們要什麼樣子的嗎 慢慢地試探吧 對啊 就是譬如說 她從她第一個級 我好想看妳就是未來 會出一本這樣的書 沒有 我覺得 真的是出版社 你們注意一下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叫佩甄做這樣的書 因為我覺得她 她的就是 她的數據都蠻準確的 而且我覺得她的描述都蠻精準的 你們不覺得嗎 我可能比較實在地講出來 而且妳又比較誠實 對 我實在地說出來 情況就是 就是 對啦 就是我老公 因為我只碰過她 然後 因為我想說 我曾經碰過一個情況是誰呢 好 就是我們當年啊 就是正在 開始要交往的時候 然後 就已經交往了 然後她就會 就會說 等一下到我那邊過夜 你知道 然後我就 你知道 會不會太快一點 但是妳就 我的回答就是 一定要嗎 因為 怎麼樣 我裡面還是中國人啊 就是我怎麼樣的思想開放 我就回答就是 也不是yes 當然我也是蠻想的 對 但是妳就不知道 對 妳又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是一定要嗎 她說一定要啊 那我 好吧 你知道 我才一下子而已 馬上就說好嗎 這個對 這個對中國男生來講 可能就太快 對 可是對老外來說 她可能就覺得說 妳再囉嗦下去 妳就太 太不上道了 對 就會氣氛就冷掉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妳到底是不是一個 餓鬼呢 妳目前呢 搖鬼的指數有多高 我們來看 那這個是不一定對老外 對不對 就任何的人種 妳目前呢 餓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開運 水槽測驗 好 其實我們東方女生 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我們在那個 從小的教育呢 就是覺得說 女生要越矜持越矜 男生才會覺得我們越好 越得不到的女生呢 其實她就是那種 感覺上是 會讓男生更喜歡的 所以這個長期下來的話 我們會發現 我們東方女生呢 其實非常压抑 其實蠻苦的 非常的苦悶 不過呢 我們今天的水槽測驗呢 就好好進入妳的潜意識 目前呢妳這個 腰鬼子驚小的指數呢 到底有多高 好 當妳跟妳的另外一半吵架 然後呢 吵得非常火大 突然想摔東西 妳第一個直覺 會摔家裡的什麼呢 一 遙控器 二 枕頭墊子 三 杯子 四 鍋碗瓢盆 五 書報雜誌 哇 會摔什麼東西 佩甄會摔什麼東西 生氣 我應該摔遙控器吧 遙控器又便宜 然後摔起來聲音又大 又會爆裂的感覺 但是又不像杯子那會傷到人 對 它有爆裂感 而且它有一點威脅性 就不能看電視了 對 很重要 黃老師想摔一下 五 書報雜誌 黃老師呢 我也是五 書報雜誌 就是丟起來很有聲音 而且沒有浪費任何資源 黃老師呢 我也是遙控器 我覺得它那種爆發力 其實真的要吵架的時候 我是最不喜歡摔東西的 因為我覺得摔東西幹嘛 因為我是屬於冷戰型 但是真的要摔的話 就 遙控器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觀眾朋友呢 你現在活大得不得了 注意喔 你是跟你的另外一半在吵架 那你會摔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請高老師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 選擇跟我跟佩甄跟Amy一樣喔 我們三個生氣的時候呢 就會摔我們手邊的遙控器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目前性飢渴的指數 要許我忘記跟你一起 好怕 忘記了喔 大家來看 大家來看 80喔 我們現在其實真的是故作矜持 所以我們的溢火 已經快像滾燙的火油鍋 快要溢出來了 真的嗎 對 其實大家不要看喔 其實我們是很ㄍㄧㄥ的喔 其實我們內心深處 希望我們直接碰到那個 直接把我們撩倒的 那種很強的很man的男生 對 不要再問我了 對 不要再問我了 直接要抖 對 對 碰到喜歡的話 直接來 不要再問了 我們問太多次 就已經覺得很難過了 原來我們已經性欲高漲了 想不到吧 黃老師 我去一個加州回來 從一個冷感谷底 現在到性欲高漲 厲害吧 有去過海耶 都不一樣喔 有曬黑耶 對啊 最近不得了啊 小心啊 小心被開發 好 來 如果是摔枕頭墊子的話呢 好 如冠同學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知道呢 你雖然摔這個 沒有什麼無傷大眼的東西 可是你內心深處呢 你的性疾渴指數又到底有多高呢 55 它是暗中進行喔 聞香吃肉磨刀追向豬羊的喔 其實這類型大家可以知道呢 枕頭呢就是我們最私密的東西喔 因為最私密的話 就是這類型會選暗中進行喔 所以表面上他會說 我沒有男朋友 可是你不要忽略他喔 他也許有前男友 或是有性伴侶 而且是很多的喔 這類型的女生會讓我們覺得 滿捉摸不定的 嗯 好 如果呢 是你生氣的時候呢 你會甩杯子的話呢 好 我們可以知道 你性即可的指數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40喔 其實這類型呢 其實炒飯它的標準很高 很難找對象喔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心理測驗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杯子喔 是比較細緻的喔 所以這類型呢 他在內心深處呢 早就有想想他的那個高潮史喔 非常多的那種很棒的性伴侶喔 曾經有過非常棒的經驗 比如說一夜七次郎啦 或是有很棒的經驗的時候 他會覺得 看到那種肥肥的人 或是想來跟他一夜情 或是那種醜醜 他會覺得拜託 我以前交過多棒的你 你這種還咖還來找我的話 他就拒絕 其實他其實內心 他能夠控制住 好來如果是鍋碗瓢盆 這個很厲害 而且也常常在廚房喔 對 不選擇鍋碗瓢盆的話呢 他性飢測的指數呢 已經餓到怎樣 大家來看一下99 真的耶 在廚房裡面偷吃 因為呢 滿足不了自己的幸運 就偏偏吃 好這類型這件事 就是夭壽到願意呢 蛙眼割舌 能換頓炒飯吃 那個有多好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知道 鍋碗瓢盆就是食慾嘛 對 他食育都不能滿足的時候 真的喔 會想到 對 去把它吵得很大聲的時候 他內心深處呢 其實對慾望真的是 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 所以只要有機會了 他就覺得說 不管年齡大小 或是胖矮 他都覺得沒有關係 只要讓我吃頓飽就可以了 好 如果是摔書爆雜誌 像我們的華王老師 以及桃老師一樣的 觀眾朋友 你也是選擇這件事的話了 我們來看看你的指數 你搖到什麼時候 好來看一下呢 他性期可 到底最近 有不妙的感覺 對 大家來看一下 920 真的好奇怪喔 心心寡欲喔 不要被打擾喔 好 可是華老師我們是相信是這樣 那唐老師是怎麼了 他很希望是精神的戀愛 其實你一直在尋求精神的戀愛 精神 可是人家看到你 都覺得是肉心 一直看到肉 肉沒有 就好說 我們一定要輕鬆 對 其實這類型他覺得說 目前的狀況 他覺得愛會比性重要 然後他喜歡多一點關心 多一點溫柔 會讓他覺得更滿足 而不是那種幾分鐘的滿足 就能滿足他目前的心態 其實我的想法 是因為其他要花錢 所以你也的確清心寡欲 不想被打擾 十八十字不會花錢 而且要那個摔過期的 對 這兩個就對 新的這一期不能摔 一定是過期的 那生氣的時候還 對啊 你… 稍等一下 還在那邊找 那跪下的在對 那不是都涼掉了嗎 對啊 沒有氣頭上發洩的感覺 這還怎麼大家清心寡欲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請這個唐老師 就星座命盤來看 在2003年 就今年的下半年呢 哪一些星座的人 特別容易遇到楊桃花 準備好了 你有這個機率的話 我們來看看千五名是 哪些星座的人 好 這個 既然是命運呢 那當然是跟上升星座 有關係囉 所以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都可以參考 你的運勢呢 這個下半年 可能這方面機率 是大一點的 第五名 比較容易有楊桃花的是 太陽或上升在 雙子座的人 不要了吧 你讓我稍微微微微微微微 太陽星座 不過呢 雙子座的原因 他們的原因呢 是海王星和天王星 都在他們的天頂上 所以這代表人生 會有一個奇特的變化 也就是說 你平常吃西餐的 你之前是西餐嘛 現在要吃中餐了 對嘛 可是大部分的雙子座 吃的是中餐啊 對 那可能你就有機會吃西餐 也不錯 反正就是跟你以前的 以往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大部分 在台灣的這個雙子座 女孩子 就非常有機會 有機會 好厲害 那第四名又是誰呢 太陽上升在 獅子座 很好吃 這個獅子座 為什麼很容易遇到楊桃花呢 是因為它卸購的機率多了 巴黎 鳳酸鳳酒 對 以前它可能 在角色設計上 就對象設計上 它比較窄 現在範圍放寬了 連那種露水的音源也有可能 那這樣的情況下 楊桃花 可能機會就變多了 那是楊桃花喔 那是楊桃喔 我剛剛某一聽覺得 你幹嘛我們在說什麼 楊桃花 還沒煙菜 對 外國人 不要黑人都不贏 你們都遇到楊桃的是誰 這個就是上升或太陽在 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是在下半年呢 很容易被奇怪的對象追求 看他們三八二一個特別的電力吧 電到跟以往不同的對象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或上升在 什麼 誰有機會啊 天啊 上升或者是太陽在天蠍座的人呢 他的下半年人際關係非常熱鬧 家裡兵客很多啦 或者他自己也經常出去參加Party啦 那這種人多見識也廣的情況下呢 朋友再介紹朋友 那就很難說不會介紹到楊桃去了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升 在 哪裡 結錯 我好像是瘋了 今天是瘋了 好啦 妳上榜了 妳上升在摩羯 上升在摩羯 對 對 還好啦 所以我的下半年會有很奇怪的 記憶 應該這麼說 摩羯就是 不要說遭遇好不好 記憶啦 我覺得 記憶 感覺是比較好的 遭遇 遭遇 遭遇感覺很慘耶 遭遇 對 中國字很 抱歉 抱歉 妳要遭到什麼事情的人 感覺很慘 很糟耶 首先 太陽或者是這個 上升在摩羯的人下半年 出國機會多 一馬行動 妳等著人家 外國人來追妳 這是一種嘛 可是妳人到國外去 外國人就更多了 飛機上就遇到也不一定 當地跟誰卸購也不一定 那機會增加很多 而且說不定摩羯座的 某一些情感上的奔放特質 就在這下半年呢 被開發出來了 妳的幸運回生了 回溫了 滿適合的 對 妳已經是了 回溫了 回溫了 妳已經被治療了 對 放鬆 這是被放鬆了 好 我們羊肚到底有沒有 希望意到也好 妳們可能會碰到 先碰到拔蠟吧 對 可能很糟 拔蠟跟臉霧 我跟這前五名的 一起出去 一點無人 妳跟我們一起出去 可能有可能 我們九月要去洛杉磯 妳跟我們去 可是妳那麼強 會不會輪到我嗎 這球會被妳吸過去 沒有 妳只要不要站在 那個唐老師後面就好 妳就完全看不到 妳跟我們一起去 好 來 之前呢 因為有一個老外 叫白龍 不是白龍王 白龍 好壞 好壞 要分清楚啊 不然人家以為我在說白龍王 壞話萌了 泰國話怎麼講 Sawadika Sawadika 我不知道怎麼講 我怕那個白龍王 我們說的是白龍 這個老外白龍呢 在台灣呢 騙吃便喝呢 還對於這個台灣女孩子呢 這個拳打腳踢 破壞 完全破壞掉我們這個 所有人對老外男生的這個遐想 對 妳有沒有聽過一些老外男生的 那種惡行惡狀 有啊 之前我在台灣認識有一個 他算是英文老師 可是妳也知道 就是像之前有個廣告嘛 就是兩個乞丐坐在路邊說 妳要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兩個要不到錢 然後說那我們去台灣 教英文好了 台灣真的有很多 在美國是訓咖 然後回來台灣當王的那一種 對 就看了很多這種 在台灣 然後他們就是啊 到處吃也吃女生的 然後吃喝完都吃女生的錢 還要批評女生 然後批評台灣 說台灣哪裡不好哪裡不好 我之前就遇過那個老師就是這樣 他每天都在抱怨台灣這個地方 什麼政治不安定 什麼一直在講 那妳還幹嘛來賺我們的錢 對啊 我就說那妳就回去啊 妳何必在這邊 對 妳這條外國狗 她有一個好朋友 她就交一個外國的男朋友 就是教英文的 因為她發現那個男人 原來是在美國是插皮鞋的 然後就還覺得自己是一個大學教授 然後不停的 她同時交五個女朋友 然後開始拿錢 最後拿一筆回去還買房子 唉唷 好怪喔 夭壽喔 妳插皮鞋需要買一棟房子嗎 誇張喔 好怪 好 來我們來看看 其實喔 所以這樣講起來喔 也不見得跟這個老外交往 就一定會幸福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妳有這個機會 尤其是剛剛講這個 前五名的這個楊桃花的 好 妳們這些星座女生 有那樣子高的機率 但是妳交往之後 妳會幸福嗎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 堪運學長參演 好 其實呢 各位所有電視機的朋友 如果妳想要交易異國戀情 其實妳還是要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 為什麼呢 因為妳跟外國人交往 國情也不同 價值觀也不同 甚至連吃的食物都不同 所以當然妳跟另外一半 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一交往下去 也許會交到無底洞 究竟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幸不幸福呢 真的是很難預測 所以我們這樣實際上測驗 就好好進入妳的潜意識 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跟老外交往的話 妳會不會幸福 好 我們來看看 來 當妳一個人坐在公車上面 車上很擠 有一個人貼著妳頂著妳 公車色狼 妳直覺那個公車色狼是誰 一 膽小雀弱的青少年 二 平同吃檳榔的兄弟 就在後面頂著妳 是誰 真不舒服 三 色綿綿的怪老頭 四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 五 中年無聊的上班族 是誰 貼著妳又在後面頂著妳呢 直覺是誰 來 佩甄 應該是那個色秘密怪老頭吧 怪老頭 黃老師 是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頂妳 嗯 郭老師呢 我也覺得是年輕的那種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她才會這麼的衝動 真的啊 可是我選的是色秘密的怪老頭 我想年紀真的選擇還是不一樣 什麼意思 就我跟佩甄 我們年紀比較輕的會選那種 但她年紀比較大 就會覺得是年輕人 妳連這個妳都賺我便宜就對了 妳忘了四捨五入這些事情 對 妳三十五六一捨 妳好多年紀就四十幾了 好啦 開玩笑的 來 我們來請這些高老師來解答 好 如果冠軍選擇 第一個我們這邊都沒有人選 你覺得那個公廁的色郎呢 就是那個膽小雀肉的少年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妳跟老外交往呢 妳會不會幸福 大家來看一下 還挺幸福的呢 她異國戀愛其實奇妙的感覺 會讓她覺得超幸福 就好像少年那種 十五二十十那種感覺 她就跟老外交往 她比較設定在那種 戀愛的感覺而已 她不會想到很多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如果是選擇 平頭吃檳榔胸 好恐怖 我覺得這好危險 這好像就是說 妳回頭一看到她 沒關係 妳可以繼續頂 好糟糕喔 會這樣子 會怕 會怕 好 如果觀眾選擇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呢 妳跟老外交往呢 妳會不會幸福啊 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五十五 她覺得免費學語文 就算還可以省錢 還覺得蠻幸福的 自己還算會往這個優點看 自己會自己自原始說 OK 好 如果是這個色啤啤的老頭 像這個佩真 以及我這樣的話呢 大家來看一下 二十會很不幸 她不僅排外 事實是這樣證明的 她不僅排外 而且要記住教訓喔 這類型呢 如果妳再跟老外交廣的話 妳就會有不幸的開始 那當然高帥還是要有啦 不能說我接下來就要胖癌 就是高帥 自看墮落 對 可是 自看墮落 還是要高帥 可是我覺得 她就可以不用是老外 因為既然這條路走不通 你知道 就是妳會有很多的那種 記取之前教訓的那種感覺 對 好 如果各位朋友喜歡 我跟唐老師一樣 寫氣方剛的年輕人 或在我們後面頂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種 超血氣方剛的人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呢 我們內心深處呢 跟老外交往的話呢 我們的幸福之數到底有多高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只有四十 只是比我們稍微好一點而已 對 我們會覺得這文化差異 要溝通會讓我們喜悠參半 其實我們潛意識會覺得 嫁給老外這件事情 或是跟老外交往 其實是一個很衝動的行為 當妳冷靜分析的時候呢 這跟老外交往的那個欲望呢 就降低下來了 所以當然會覺得 還是覺得不是很幸福的開始 好 如果是選擇五呢 就是中年無聊的上班族 我們這邊都沒有人選喔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呢 你跟老外交往呢 會不會幸福 大家來看一下 九十九 這種超幸福 他覺得炒飯跟大尺寸啊 是幸福的開始呢 也是幸福的方式 所以這位人其實滿重視這個的 我覺得會選中年那個 無聊的上班族 他內心深處其實滿壓抑的 好像覺得無聊 其實他內心真的就很無聊 他覺得說如果這樣幻想 如果跟老外交往的話 哇 他的性呢 真的是讓我們很滿足 而且他的大尺寸呢 可以讓他以後老的時候呢 就可以跟他的以後的子孫孫說 我曾經有過這種美好的經驗 好 所以這類型的人 會覺得自己非常的 非常的覺得是高潮史上又加一筆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 跟老外交往是非常幸福喔 好 來 我們知道呢 像這個之前的這個 我們說這個白龍事件呢 就是好像常常會有一些人 就是跟老外交往的時候呢 就比較容易扯出一些金錢問題 可是事實上呢 我覺得不只是跟老外 很多人呢 因為愛情 因為婚姻 嗯 而付出了不少代價 所以 所以就是說不管你是這個 心甘情願的自我付出 還是說你是被騙上當 我們來測試喔 看看呢 你最近會不會因為愛而破財 我們最所謂的破財應該是指被騙啦 對 詐騙啦 人才兩失啦 這樣才算 因為愛而發生這種的大破財才算 那我們用蜘蛛比較 因為錢一定要蜘蛛比較 是 有蜘蛛比較四個字來測看看 有這四個字裡面 請各位選一個字 觀眾朋友麻煩你也可以選一個字來看看 你最近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 來 佩甄講 B B 好 高老師 你要不要先選 我不要跟你選 先選啦 他第二個被選錯 我選豬 豬 好 高老師 然後我選腳 腳 唐老師 我選姿 大家誰也別連累誰 好 來看觀眾朋友的選擇是什麼 我們請換老師解答 好 首先它是湯老師的 汁 汁 那這個汁呢 注意看一下它的汁呢 從左邊是金 哇 嘿嘿 你的金錢拋錨了 不會不會 是 曹的 耶 金曹 就是它的錢呢是祖曹啦 喔 也就是說它的錢呢 好好的花在 他的喜歡的人的身上 它的答案是 金屋長交為愛祖曹 所以這個不是因愛破曹 這個不會被騙 所以這個就算錢拿出來也是他心甘起立的 對 兩個人在一起使用的嘛 而且我還真的拿去裝潢了 嗯 好 我們來看如果是跟我一樣選擇豬的 好 我們來選豬 也是一樣 左邊是一個金 對 然後右邊注意看一下 它是一個牛 再一個人 牛跟人怎麼了 金牛人啊 金牛人 有錢耶 金啊 牛 人嘛 我們不要說在外國這個西洋星座 金牛人的人對錢看得很重 以中華來講 才能稱呼一個人金牛 金牛 錢財也是很摳的耶 但是非常的 然後呢 這個豬呢 如果加上協譽行 就是豬算的豬 是 表示錢財方面很會算得很清楚 以前的不算 我們是講未來嘛 未來最近 會不會呢 也不會 金牛人是豬算高手 不會為愛破財 我們都有學到教訓 開玩笑 我哪有那麼多財 來餵那麼多愛破 對 好 下面是黑針啦 畢呢 畢呢 是一個心 再加上你這個心呢 被刀刃劍劃了一培 剛好這個心中如雪 那麼這個就是 心頭受創 如刀割刃 會破財 會心痛會滴血 最後是 高老師 叫他直接把字拆開來 左邊就是車子 把車子交給人家了 那我們這個車子交給人家 可以說就是你的財產 會交給人家 那麼也就是說 為了愛呢 你會交車於人破財 好可憐喔 可憐兩師喔 富家千金喔 可憐 最好這個 這兩個字的話 你們最近要注意一下 真的你有需要的話 我幫你介紹 你不要找Friday 不會 我養一隻小狗就可以了 你小心那隻狗騙你 好 來 我們來看看呢 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為大家進行的 夭壽準心理測驗呢 請大家把你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紙張拿出來喔 來 我再來重新一次 我們的題目喔 請大家注意看喔 你在森林當中呢 遇見你認識的異星 那它們會被施魔法 而變成動植物 你想它們會變成 這些動植物的哪一種呢 譬如說有玉金香 有地鼠 有兔子 以及蜜蜂喔 那我們來先看一下 沛珍寫的 玉金香是 是蔣插文 對 就是蔣惟文嘛 就是蔣妹妹 蔣妹妹 好久沒聽到 你叫她蔣妹妹 對 然後地鼠是小斑斑 對 就是我的斑斐佛列克 你喜歡那個 那兔子是 白雲 那蜜蜂是洪奇德 嗡嗡嗡嗎 對 因為我覺得她很忙 她每天都很忙 就是嗡來嗡去 然後她很愛照顧人 所以你在她旁邊 就會好像被她這樣 嗡來嗡去這樣的感覺 好來 我寫的是 玉金香是吳大維 地鼠是黃紫嬌 因為我覺得黃紫嬌有沒有 真的還真是 然後兔子 我覺得喝醉你就是 無傷大雅 而且很優雅 然後那樣 然後蜜蜂我就是覺得 Johnny就是 我就是 你聽她的電台節目 她沒有停過 對 她連就是廣告也要跟著唱 對 Mr. Brown 你知道就 是我覺得 我也不是討厭蜜蜂 但我覺得她真的是 嗡嗡嗡 無所不在 所以我寫的是 然後這幾個 OK 那這個 妖獸准呢 今天就要測驗呢 你跟這些異性朋友們之間 當然呢 又來了 真正的關係 你們注意喔 我沒有寫情漢喔 我說過了 不要再提到情漢了 所以我就不寫情漢了 因為不好 人家就不好 我猜我 好 我們來看喔 所以這個玉金香 你是 蔣偉文嘛 然後我是吳大維 那觀眾朋友呢 你寫的這個 你碰到的 就是異性朋友 你把它變成玉金香 到底你跟它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你認為她是 談戀愛時候補的對象 也就是被胎 因為我認識的異性很少 那蔣偉文就是你 可能目前如果 寂寞芳心的時候 回頭再吃一口 回頭吵 之類的 好 來 地鼠 你寫的是 班艾弗列克 好 我寫的地鼠是黃紫嬌 因為我覺得她很可愛 綜藍專區 好 對 我們來看看地鼠是 表示什麼呢 你跟你這個寫下來的 疫情朋友之間的關係是 你不知如何處理的害怕對象 和這個人在一起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特別累 那你是班艾弗列克 她最近跟J妹打了活 然後又娶了她 然後也好像規定那麼多 我替她感到很難過 太多了 好 那我就是 不知道怎麼跟黃紫嬌相處 很累嗎 很容易累 對 因為她的那個 就是對演藝圈的資訊特別多 其實不是累的 我倒是很喜歡跟她講話的 好 我們來看兔子 你兔子寫的是白雲 然後我寫的兔子是何篤玲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我們跟這個 異性朋友之間 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觀眾朋友 你寫的異性 把她變成兔子的是誰呢 你們之間的關係是 她是你喜歡的人 也是你希望 要撕手終身的對象 對不起 腰獸 撕手 腰獸不准 改一下貓獎 沒有啊 潘根可愛耶 可是沒有要撕手終身 倒是滿像爸爸的感覺 那我是覺得 其實我跟何篤玲 我們兩個是這麼多年的好朋友 就常在想 就是說我們兩個也滿適合結婚的 還可以性 是屬於那種沒有性 然後可以就是 就是各玩各的好朋友的那種 結婚的對象 而且妳的性別還有點顛倒的感覺 所以妳比較強勢 她感覺很溫柔 對 我比較強勢她比較溫柔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蜜蜂的話呢 蜜蜂妳寫的是洪奇德對不對 對 我寫的就是嗡嗡嗡 搶妳 我們來看 我們跟這個異性朋友 今天是什麼關係 我也是現在才知道答案 我覺得 我不是臉紅 我是氣炸了 妳已經 妳已經完全吸引 她已經完全吸引住妳的目光 妳很想跟她發生肉體的關係 我告訴大家 這題 夭壽不準 夭壽不準 妳就是聽到電台一直 你根本就想跟她發生關係 不是 我是覺得她很煩 她那個電台節目什麼東西 所以這一題夭壽不準好不好 對 但是大家注意 佩真的 洪奇德 我剛剛也嚇到耶 可是 蜜蜜她對妳是有某種程度的 信吸引力的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挑戰性的吧 她已經完全吸引住妳的目光 所以呢 觀眾朋友 妳寫的那個異性朋友呢 妳是不是想跟她發生關係 想要妳 想要妳 好 我們謝謝佩真 謝謝 謝謝 也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你們收看 謝謝 拜拜